当一个小男孩被遗弃在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时,一只狮子发现了这个孩子在路上哭泣,这只可怕的大猫盯着小男孩,发出一声凶猛的吼叫,开始朝孩子奔跑,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置信,斯科特绕着孩子打转,他的哭声越来越大声。 这是清晨,周围没有人,斯科特这只巨大的狮子来回踱步,尘封吹动着他壮丽的鬃毛,突然间,他停了下来,与小男孩对视,孩子泪痕斑斑的脸颊因为哭泣而红肿,他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这只大猫,狮子抬起头,再次咆哮,露出凶猛的牙齿,显得十分凶恶。 在这条土路上,小男孩无处可逃,斯科特再次咆哮,并盯着孩子,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斯科特自从小狮子时被野生动物管理员伊森救出后,就一直生活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伊森在一次偷猎者袭击中找到斯科特。 他还是个婴儿,无法没有母亲的生活,因此,伊森抚养了他,不论是半夜起来喂食还是照看他,伊森从16岁起就在这个保护区工作,因此深知将斯科特尽快与其他狮子分开的重要性,以免他过于依赖人类。 这个大型保护区有几个狮群,伊森只希望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母狮能接纳斯科特,将他视为自己的孩子。 终于,当小狮子够强壮时,管理员将他交给了一个刚生下第三只幼崽的母狮,他是一位勇猛的保护母亲。 同时也是伊森见过的最温和的母狮之一,这个组合让他为斯科特的前景祈祷。 幸运的是,管理员的经验教会了他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母狮接受了斯科特。 对于这一结果,伊森感到无比高兴,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看着斯科特长大,并从狮群中分离出来,雄狮是孤独的生物。 第一次离开狮群的安全总是很危险,伊森知道,在保护区里,斯科特的生存机会更大, 但是仍然有可能会遇到比他更强势的雄狮,他们会为了领地或雌性而争斗。 狮群是伊森在保护区工作中最喜欢的部分,但他确保始终密切关注斯科特,作为一个从小就救助过他的幼狮。 年轻的管理员对狮子的生存有着个人的兴趣,然而,尽管斯科特在生命的起步阶段经历了艰难,他似乎在保护区中很好地立足了。 他的勇敢,凶猛的态度和巨大的体型很快让他成为保护区内最有影响力的雄狮之一。 伊森知道,斯科特曾经在许多争斗中胜出,这并不美好,但这就是自然。 动物们在保护区里的生活方式与野外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这里他们免受偷猎者的侵害。 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有兽医团队确保动物的生存,尽管伊森偶尔会担心斯科特,但他知道他现在在最好的地方。 尽管保护区尽最大努力保护动物免受偷猎者的侵害,但他们最近遇到了一些猎人进入保护区的问题。 尽管还没有动物受伤,但现在加强保护区边界并阻止偷猎者成为当务之极。 正是通过这些边界的薄弱点,斯科特发现自己与一个哭泣的孩子面对面,孤独的狮子从他的睡眠中醒来,太阳正在升起。 这些时间是狮子们活动最频繁的时候,斯科特的肚子发出低沉的咆哮,狮子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是时候去狩猎找食物了,虽然不属于任何狮群,可能会很困难,但斯科特似乎管理得很好。 这只巨大的狮子站了起来,再次伸了个懒腰,它巨大的爪子伸展在面前,但是有什么事情让它停下来了? 一种声音被微风传来,一种熟悉但陌生的气味在空气中挑荡,引起了它的注意。 狮子顺着自己的感觉前行,突然在土路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哭泣男孩。 斯科特舔了舔嘴唇,向孩子靠近,小男孩坐在路中央,他的蓝色夹克头罩拉得很紧,看起来不过三岁,他的哭声又大又悲伤。 狮子保持距离,但开始围着小男孩打转,从未移开目光,哭声刺耳。 斯科特的行为在每一秒钟都在变化,狮子现在来回踱步,仿佛对这种情况感到矛盾。 突然间,他停下来,空气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气味,斯科特嗅了嗅,他的背毛竖了起来。 他与那个脸因哭泣而肿胀的小男孩对视,斯科特露出了可怕的咆哮,牙齿暴露在外,小男孩被吓得一言不发。 愤怒似乎充斥着斯科特的眼睛,但孩子注意到狮子并不是在看着他,而是在他的肩膀后面看着。 突然间,斯科特朝着小男孩冲过去,跳过他的头顶,一声可怕的重击声让小男孩转过身去,地上被压制着的是另一只狮子。 而斯科特高高耸立在他上方,咆哮着,用他巨大的爪子挥击。 两只狮子进行了短暂的搏斗,但第二只狮子根本不是斯科特的对手。 与此同时,一声沿着土路走来,毫不知情,即将见到的不可思议景象使他目瞪口呆。 第二只狮子挣扎着,试图从斯科特的爪子中挣脱出来,把他从身上滚开,然后缓慢地退开。 而更大的狮子则转身朝着那个小男孩。 一声对斯科特爱得无以言表,但如果他伤害了小男孩,这对保护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让一声惊得差点撞毁他的吉普车。 这只巨大的狮子躺在小男孩身边,为他营造了一个保护屏障,同时扫尸着他的领地,确保周围没有其他危险。 一声刚刚目睹的并不是两只狮子为了食物而搏斗,而是斯科特在保护这个孩子。 他攻击另一只狮子是为了拯救这个男孩。 一声回想起那天,他发现斯科特依偎在母亲尸体旁的情景。 他是否看到了这个哭泣的孩子身上与自己共鸣的东西,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声都感到惊讶。 作为一名管理员,他真诚希望自己正确评估了斯科特,因为即使有狮子保护,他也必须把男孩从路中救出。 并找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斯科特不允许他靠近这个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声熄火,缓慢打开吉普车门。 在保护区的所有管理员中,一声是唯一一个斯科特信任的人。 这位年轻的管理员可以花几个小时观察和追踪这只狮子,而狮子从不会感到不安。 斯科特总是知道一声在那里,仿佛他还记得一声救他的记忆,使他对这位管理员有所不同。 现在,一声希望这种信任能够起到好作用。 当他走出车的安全区时,斯科特注视着一声,慢慢靠近,但这只巨大的狮子并不急于移动。 他环视着这位管理员,仿佛在评估他的可信度,然后悠闲地站起来。 漫步远去,一声耐心等待,他通过了斯科特的考验,他不想在狮子离开的时候仓促行动,以免破坏一切。 当狮子远离时,一声抱起孩子,孩子似乎很平静,但是现在狮子离开了,男孩又开始哭泣。 一声别无选择,只能抱着男孩,小心翼翼地慢慢驾车返回办公室,他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被遗弃在路上?他对斯科特不可思议的行为仍然震惊不已。 为了尽快得到关于这个男孩的答案,他决定查看保护区的闭路电视录像,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然而,当他回顾保护区边界的监控录像时,一声看到了一件令他心碎的事情,录像显示,在保护区边界外。 一个破旧的车子出现在画面中,一声勉强能看出,车上的司机是一个年轻男子。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子从车里爬出来,抱着一个孩子,他迅速四处张望,然后似乎找到了他要找的一个弱点。 他费了些力气挤过篱笆,把孩子放在了土路上,正如一声所看到的那样。 这位公园管理员看着女子亲吻了一下孩子的额头,然后又回到了车里,把孩子丢在了那里。 一声看着监控录像,看着这个小男孩寻找他的父母,但他们却已经离开了,一桑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惑。 额头上的吻既温柔又充满爱意,某种直觉告诉一桑,那位女士似乎感到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抛弃那个小男孩,但她为何选择在保护区内,一个孩子容易遭遇危险的地方,认为安全摄像头会被看管,孩子会立刻被救起呢? 她是否以为附近有护林员能及时营救孩子? 年轻人猜想自己永远也不会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当然,她打算竭尽所能找到小男孩的父母,但某种直觉告诉她,他们早已离去。 观看录像后,一桑给小男孩做了些吃的,孩子似乎已经停静下来,于是护林员决定现在是从他那里获取信息的好时机,然后才会通知当局。 然而,孩子看起来很害怕,一桑从他那里能得到的最多信息就是他的名字叫大卫,现在是时候打些困难的电话了。 当一桑与当局交谈时,他注视着大卫小心翼翼地吃着食物,脑海里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 一桑在母亲去世后,曾救过幼年时的斯科特,同样的狮子,现在保护着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仿佛命运已经完整循环。 只是这一次,没有人会在孩子离开一桑照顾后继续留在他身边。 而斯科特却一直陪伴着护林员。 年轻人知道,他的父母是因为绝望才离开他的,周围的一些村民生活贫困。 一桑也知道,照顾一个孩子是需要花费的。 他回想起,他在录像中看到的大卫的母亲拼命寻找他的父母,内心充满了对孩子一旦离开保护区可能会遭遇的悲伤。 当当局到达时,大卫正在用一桑的手机观看视频,吃过一些食物后,小男孩精神起来,不停地指着外面,并发出狮子的咆哮声,令年轻的护林员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桑询问当局对这个孩子的处理方式,他们说如果找不到任何家人来接孩子,那么他将被送往孤儿院,希望有人领养他。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这似乎是如此巨大的变动和动荡。 一桑不愿去想象这对他会有何影响,在他来不及深思自己在做什么之前,年轻的护林员自愿照顾这个孩子,让当局去寻找他的家人。 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对照顾孩子没有任何经验,但这个小男孩已经像斯科特多年前一样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然而,仅仅几天后,一桑接到了一些坏消息,大卫的家人找不到了,这个小男孩将不得不去孤儿院。 年轻的护林员注视着这个孩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已经适应得如此之好。 就在昨天,一桑带他出去看狮子,这个男孩看到小狮子们奔跑时欢呼雀跃,这段经历对一桑来说是神奇的。 他看到自己如此喜爱的保护区被大卫那双新鲜的眼睛所看待。 一桑知道,将来大卫会对为什么被遗弃有很多疑问,虽然没有人能确切告诉他原因,但总会有人告诉他。 他的父母是爱他的,有人会告诉他,一只勇敢的狮子曾经保护过他,挽救了他的生命。 那个人就是一桑,年轻人下定决心,大卫不会去孤儿院,他将收养这个孩子作为护林员,接下来的几个月很艰难。 一桑经历了漫长的收养过程,最终成为了大卫的法定监护人。 最终,在所有事情的尽头,新的父子俩一起出去兜风,看狮子,庆祝他们在一起的新篇章。 沐浴在傍晚的阳光下,就在大卫被找到的地方不远处,斯科特也在那里。 当吉普车慢慢驶过时,狮子注意到一个小男孩透过车窗看着他,斯科特慵懒地抬起头, 看着那个不仅救过他,还救过一个小男孩的人,伊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的儿子, 等他长大了能够理解的时候,所有关于斯科特的故事。 一只被救助的狮子和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成为他家庭的一部分, 护林员的生活也许看起来不寻常。 但他不会希望有任何其他方式。 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